大家好,我是娜蓝小宝 就给大家演示演示 我买了个手机投屏器 看来这个东西,房车配这个还挺好 我这车上装着那个什么呢,卫星电视呢 不好用,反正我是不经常用,几乎就是不用 这个电视就是以前我小孙女他们在车上 有时候看个动画片呢,连接网络 有网络吧,你有网怎么都能用 这个卫星电视就是那个 它有一个树叶党呢,有网党呢,它就不行 所以说不方便,那天我正好刷抖音 刷到一个这些投屏器 然后呢,这个投屏器是多少钱呢,就是不大一个 这么个盒子,投屏器 100多块钱,145啊 然后呢,这个电视呢,我改了个架子 你看这个电视,因为现在是横屏 电视可以往外拽,然后可以把它拽成这样 这就是现在,这是手机投屏 我现在这个手机的,你看看啊 这个挺好挺好挺好用 你刷个抖音了,看看电视的 挺方便的 你看,你看个抖音 这钱没有白花的啊,你看 哎呀,你投屏器一刷手机 看大电视了 你看 哎呀,怎么样 然后想想横屏就横屏,想竖屏就,这个盒子有个开关 一按就横屏了 也可以横屏,横屏要看电视剧了,看什么横屏行 然后电视还可以这样,你转 嘿嘿嘿嘿,这个投屏器我觉得不错啊 哎,看,我觉得皮买那个,皮其他的应该墙 哎呀,你别问我啥牌子,我也不知道啥牌子 最后在抖音还买的,这东西没啥科技含量 一百多块钱都行 嘿嘿嘿嘿,怎么样 挺好,你看看电视,想横屏就横屏,想竖屏就竖屏 这就是手机投屏嘛 但是听人说,手机下载个软件也行 你找孩子们,因为你要弄,一般玩房车都岁数大的 你让孩子们弄一弄,我也不懂 这个我都是买回这个盒子自己装上,这个简单 一装上电视有遥控就行 所以说这个挺方便的 哦,这会儿这个连接上了 嘿嘿嘿嘿嘿 这个手机投屏器啊,给大家看看就是这么个东西 然后给大家说说啊,现在今天啊 可喜可恶的是,今天把C6加车号考完了 说是没压力也完 你这这么大岁数,真考不过也不好看 那个昨天考的那叫什么科莫2,今天考的科莫4 科莫2应该算比较简单 就是倒库,这个对我来说不难 但难的是这个,今天这个安全考试啊 那个全是蹄啊,咱这眼神也不太好 嘿嘿嘿嘿,他的蹄还净坑 这个那个的,弄得你挺啥的 然后给大家汇报汇报啊 我今天是从石家庄出来了 今天上午考完事,中午吃完饭就出来了 我现在在平山的温唐,温唐镇 我父母常住这里 然后呢,在这陪父母几天 因为过几天就要去云南了嘛 去云南,然后在云南呢 呃,还是因为云南有129个县 我去年走了大概有不到70个 将近70个,然后还有那些都是 变变溜溜溜的,还没走到 今天把它走完,然后每个县呢 都要找咱们的露营地,查山呀 然后呢,呃,大家想去云南 到时候直接联系 我总部在云南昆明安宁 大家也有好多车友都去过那里 然后呢,如果今年口罩的问题 没那么严格 咱们那个,就是那个 呃,过年的时候搞一个 还搞一个百辆方车过大年 到时候提前给大家说看在哪儿过 定在哪儿,呃,云南非常好 呃,真的是,呃,129个县 25个少数民族 就是说,可玩的定义太多了 还是上那儿吧 然后呢,呃,面积也大 冷了呢,就往南走走 热呢,就往北走走 一年四季都可以玩 云南是最大的好处 所以说呢,到时候我在云南等大家 呃,路上咱就别约了 因为我一边找营地 一边去其他一些营地 一边过去,呃,东一头西一头的 到时候你跟着我也,也不要麻烦 你自己也觉得麻烦,是吧 然后呢,到云南到时候集合 云南这个玩法吧,跟霸上还不一样 霸上草原我可以领着大家 几十辆车一起 在云南十辆车都困难 一是十辆车找停车位 有的就不好停了 然后走着云南山也大 走也不好走 到时候的云南呢 我就是在总部给大家出攻略 大家跟着攻略一起走 哪站到哪哪站到哪 茶山游,温泉游,湖泊游 到时候给大家都设计好了 你走着你就玩的比较省心 好嘞 就说这么多吧 白白了白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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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